30年前村里来了一个卖菜刀的挑货狼 他做生意的方式很特别 奢刀 他留下了一段预言 只要实现了就回来收钱 不实现东西白送 据老人说 当年这位神秘的奢刀人留下的预言是 村里的小麦卖到一元 家住卖到千元 然后回来收钱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年奢过账的村民有的已经去世了 有的也已经进入了老年 而这些奢过账的 还没有去世的老人 对这件事情仍然是耿耿于怀 也有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是生意人 而是鬼谷子的传人 专门做好事 游走于大江南北 就百姓水深之中 然而留下的预言是在提醒村民 日子会越来越好 大家不要自暴自弃 如今到了2019年了 这件事情过去了30多年 奢刀人当年流下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 奢过账的老人仍然在等待奢刀人的出现 虽然钱不多 但是老人们觉得欠了钱 还是要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要是什么 我应该是什么 好吧 我应该是什么